今天是9月19日,星期四 美国联储局昨晚议息后宣布减息半厘 联邦基金利率将会下调到4.75-5厘 而且同时也宣布到今年年底前 会进一步减多半厘 即是整个减息在今年前后会有1厘 同时到2025年利率将会进一步下调到1厘 这个减息周期的开始 对金融市场或负责比较重的企业来说 当然是属于正面 最低限度可以减少财务支出 但对股市的刺激有多大 大家看看昨晚微股发生什么事 早前杜敬斯市场曾经受到减息消息所刺激 这一度急升375点去到41,981 创了历史新高 但之后声势无以为计 始终减半厘息这件事 市场一早已经炒作了 消化了 结果在回吐沽沽沿沿沿之下 指数最后跌了103点 是收到41,503点 简单说 有少少穿头然后破脚的情况 纳指亦都疑似 早时受到减息消息所刺激 一度升到51点去到17,830 升势不是太明显 其后最后倒跌52点 收到17,575点 至于港股会受到多大的刺激 有一点我都想说 美股一路创新高 恒生市一路徘徊不浅在低位 反而A股持续反复大远 对我们来说的影响会比较明显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 我们不如看看中秋前股市的情况到底是怎样 星期二早市恒指先是低35点 到17,386点 之后在维稳的卖本扶持之下 市况就越升越急 最高去到17,715点 相对来说是升了293点 其后高台有少少拉脚 恒指最后收到17,660 仍然升了237点 不过成交今晚便偏缩 只有630亿 多过星期一 但仍然是少 动力是不够的 9月直到现在这分钟 技术上、形态上 都是先高后低 指数仍然由2号高位 17,862点 跌至11号低位 16,964点 即是7个交易天 指数跌了898点 我应该说过很多次 一个月的高低位 一般来说 不应该同时出现在7个交易天之内 加上898点的波幅是小的 应该不可能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即是在9月份剩下的交易天 理论上 一定有更大的波幅点 比我们见到 以指数近上的收到17,660 怎么计算呢 其实已经是升了 今个月的低位 16,964点 反而是渐渐升今个月的高位 即是市根本上市顶 再看移动线方面 以指数收到17,660 怎么计算呢 是稳守在250 50 50 20 10天线之上 技术上、形态上 是有利于进一步向上市100天线 值得一提的是 100天线现在17,865点 如果指数能够突破100天线 是那刻已经可以升 今个月以后的高位17,862点 剩下来的 就看成交金额配不配合 这点也是后市的少少隐忧 大市一直向上限 但资金的参与度很偏疏 即是大市升得来 没有气氛 简单说 我们说的市是降性的 不过既然要参与 就大家做一点风险管理 反正都不会全身投入 势着踏顺风车 承担一点风险 我觉得没问题 好了 早市分析就说到这里 大家记得给赞 留言 订阅 按钟仔 还有分享给朋友 多谢 请不吝点赞